给我感觉很多低端品牌都在用这种设计 当然了 喜欢的自然喜欢 反正我是看不来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还记得上次有网友请康康讲一个德国品牌 Morris Grossman 康康怎么说还记得吗 有一个粉丝问 到底哪个牌子是德国高端的万表 他问到了一个牌子叫 Grossman 说实话我不太了解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暂时还不在我为广大标友推荐的标款清单里面 康康不是很牛 那是相当的牛 那是相当 不过当时我也答应大家了 现在就说说MG这个牌子 Morris Grossman 这个名字你可能陌生 但他有一哥们你肯定熟悉 那就是阿道夫朗格 没错 就是朗格的创始人 哥俩当时都是德国非常有远见的指标师 可惜Morris英年早挂 基本上没留下什么作品 而朗格不一样 19世纪朗格的作品还是留存下来不少的 朗格是1990年复兴 MG是2008年复兴的 产量很小 可能还不到朗格的领头啊 复兴的时候 格拉苏迪镇子上已经有朗格 和格拉苏迪原创等品牌了 因为MG是朗格的哥们 所以还得坚持做德国表 但做成什么样子才能跟朗格和格拉苏迪原创形成差异呢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你知道你们的评论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你们的需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别闲着啊 一键三连或者留言区互动 一直感谢你们的参与 说到德国高级制表 大家会想到哪些元素呢 德国银 四分之三加板 黄金套筒的保持轴眼 加本雕花等等等等 这些在MG上都有 只不过MG在这个基础上玩出更多的花样 先说德国银啊 朗格一般是用在基辛加板上 MG也用 不过MG去年新出的一款表 居然用德国银做表盘 而且还赞刻出一种激励 这款表就用这种赞刻的法语名字 Tonplage命名 要我说啊 这就是一种炫技 因为这种赞刻要求刻出来的效果具有一致性 乍一看挺均匀的 仔细看呢 又能看出刻痕 你再仔细看 表盘上的石标和轨道刻度 都是赞刻后突出来的 然后再打磨抛光 绝对属于费工费料的工艺啊 不过别担心 赞刻下来的德国银的银屑都会回收的 也说不定可以用精雕机浅浅地 扬刻出石标和轨道 然后再做激励赞刻 德国银在我国叫白铜 那玩意儿不可避免的会因为氧化而变暗 如果买赞金表盘 估计每过几年啊 就得找人打磨一下石标和轨道 你怎么看呢 再说三分之三加板 MG用的是三分之二加板 一个意思 但总有点不一样啊 基辛加板材质是德国银 野作物化基礼百加板雕花 这跟朗格和格拉苏的原创 某些款是没什么区别的啊 朗格不是有黄金套筒周眼吗 MG也有 朗格用红宝石当周眼 而MG用无色蓝宝石 看起来像钻石啊 MG的不锈钢款一般是蓝钢纸针 贵金属款就有意思了 一般瑞士和德国的高级表 不是用蓝钢纸针吗 MG用棕紫色钢纸针 其实就是通过温度控制 获得的一种色泽啊 总结一下 MG这个品牌 也是复兴的德国品牌 跟朗格格拉苏的原创有差异 主要偷偷在用料 材质和修饰工艺等方面 当然了产量也非常小啊 颜值方面 我觉得也够低调的 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大三针款 这个我说一下我的感觉 就是它这个数字啊 包括这个壳形啊 我没看出就是有它自己的特色 给我感觉很多低端品牌 都在用这种设计 当然了喜欢的自然喜欢 反正我是看不来 时间关系 MG这个牌子就先说到这 下期我们对MG的部分表款 简单测评一下 看看机构水平啊 机芯做工啊 颜值等方面还有哪些惊喜 感谢大家的陪伴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踊跃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